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参加今日术发布的记者会 今日记者会的主题是资安院AI打炸技术发表会 首先向各位记者朋友介绍今日术发布的出席长官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数位发展部林怡静市长 国家之通安全研究院林盈达副院长 资安院江雨贤经理 江雨贤经理也是今天我们主题的简报者 另外今天数长署的平台经济组施伟仁副组长 也出席记者会 谢谢施副组长 现在我们请资安院的江雨贤经理来进行简报 好那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感谢大家参与 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合介绍 资安院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针对打炸这个议题 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个技术的储备 那以及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未来规划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诈骗它已经是全球性的议题了 所以我们也责无旁贷 那我们也不断的在这个诈骗的打炸技术上面研发 我们不断去精进 好首先我先透过一个界面来向大家传达一个讯息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都是一些诈骗广告 他们很常用的一些关键字 那您认为哪一个是诈骗广告出现最多的这个词呢 我想这个问题如果我问十个人会有十个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会继续往下介绍说我们怎么从这样的资讯里面去找出一些特征 好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位像各位一样是媒体的人 或者是说我是检警调单位 又或者我是从事教育的工作者 那我会需要了解说这些诈骗到底他们现在都用哪些关键字 或者是他们都冒用了哪些名人的流量 那这个就像刚刚的问题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这些关键字我们没办法掌握的话 那我们问十个人会有十个不同的答案 可是对诈骗集团他们来说 诈骗集团他们一定知道 现在到底哪一些是最多受害者的 到底他们要用哪些关键字 或者是他们要冒充哪些人民 他们可以诈骗到最多人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资讯落差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掌握到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背后的这些关键因素 那像在这个界面上面呢 我们就去设计 像我们就去设计出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 我们掌握到每天被冒用的这些人民 有哪些是重点人物 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去接触到这些诈骗的内容 然后进一步地向对外去宣传说 到底有哪些诈骗广告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 如果说我们透过了特定的关键字 或者说特定的人民 我们进一步可以再去知道说 这些广告里面都用了哪些诈骗关键字 又或者是这些诈骗粉砖 它有哪些都是现在诈骗集团他们惯用的这个诈骗手法 又或者是到底有哪些广告贴文 他们不断地在出现 然后他们里面诉求的又是怎样子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掌握到这些 那包括他们每一天 甚至每一个时间 他们的这个诈骗手法演进的话 那我们就更有机会去知己知彼 好那回到刚刚的那个议题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猜到 那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统计 诈骗这两个字是现在诈骗广告出现最多的关键字 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为什么诈骗集团他们在广告里面也说 也直接把诈骗放上去了呢 那是因为现在诈骗广告大多都会强调自己不是诈骗 又或者是他们诉求可以帮你做回诈骗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这些例子都是诈骗集团他们在里面会说 我们会加强强调说我们不是诈骗 或者是我有很多可以帮你追回诈骗的这个 这个被害款项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诈骗广告的现况跟趋势 我们观察到现在诈骗广告正在以每个月 增加超过六万笔的这个速度 那诈骗集团也正在加强的利用这个社群平台 来进行这个诈骗活动 那光单单五月一个月 我们就观察到总共有超过二十万篇的诈骗广告 出现在平台上面 那这也是创了我们从2023年观测以来的新高 其中诈骗广告有九成七的诈骗广告 都只刊登不到两天 因为诈骗如果刊登时间太长的话 那其实他们很容易在被侦测到之前 他们很容易在被侦测到之后就被撤了下 那就会变成他们没办法去提高这个 他们会提高他们的诈骗成本 那也因此我们观察到诈骗广告 它在一到两天内刊登其实是最有效益的 那当然今年度也有观察到 花费最多的刊登天数是剩三天 但这并不常见 那再来就是说诈骗实际上刊登的天数很长 但我们只要观测到之后 就会通报而且进行下架 所以实际上它曝光的时间 我们会力求他们只刊登不到一天 好 那么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诈骗广告的收集下 我们也观察到 其实高风险的诈骗广告 它的比例将近了三成 那大部分的诈骗广告都是以假投资 或是尾貌名人的内容为主 那现在的主流手法也包括 我们他们要从线上拉到线下 也就是说加到一些LINE群组 或者是一些额外的通讯平台 那来把被害者拉进这种 比较注重隐私的这个平台 然后进行相关的诈骗活动 好 接着我们介绍我们在诈骗防护技术上面的发展跟策略 好 随着现在的科技发展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现在这些诈骗案件 它有越来越多的创新 那未来我们也将会面临了一些关键的挑战 那这些挑战包括 现在生成是AI的滥用 那有大量的这个DFAC技术 或者说有一些争议的内容 虚假的评论 他们不断地在进入这个诈骗的案件 跟不实讯息的部分 那当然去中心化平台的监管困难 那以及公众意识的问题 那这个也都会助长这个诈骗讯息的快速传播 那此外我们也不断地去强调说 科技执法工具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是使用的这些工具是落后于诈骗集团的话 那它就没办法达到有效的诈骗打击 因此资安院这边制定了全流程 而且多管旗下的这个技术策略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识别 查核 然后末端的清掃 跟事后的溯源 这些阶段 那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环节里面 我们去顾及到 事前的这个预防 那以及事中事件的这个控制 然后以及事后的责任追究 好 那我们重点研发项目呢 就会放在前面的阶段 也就是资料的探勘 资料技术的探勘部分 那以及最后我们这个情报 收整进来之后呢 我们应该要做怎样的分析跟应用 那我们掌握了一些重点 就是我们的询检技术 目前已经是自动化了 那另外我们也加强在利用一些新兴的AI技术 那我们来做这个 账任关键的提取 以及关键的身份资讯的识别 那我们目前的询检量 已经可以达到每个月超过50万笔 而且可以有效地去侦测诈骗广告 然后进行后续的这个通报动作 那我们在做这些 关键特征的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名人的尾貌 然后里面的关键诱语 或者是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些行为 然后我们去做内容的这个评估 那我们的最终目标呢 其实都是针对这个 而我们要来建构一个诈骗防治生态系 那里面也包括跨单位的这个联访 然后还有这个情资交换的这个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 透过这个通报平台来让民众 或者说各位媒体朋友 可以加入参与 好 那伴随着现在AI技术 逐渐的成熟 其实我们更有机会的利用 一些机器学习 或是自然源处理的技术呢 我们来研发更高效率的这个防诈工具 那我们希望可以从源头 就来去遏止这些诈骗的蔓延 那在我们目前人民的跟赖账户的这种识别的结果呢 准确度也都已经来到了93跟94%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效益呢 可以去提取出这些诈骗广告 常常冒用的这些人民流量 然后我们去加强这些回报的机制 好 那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我们可以对诈骗了解更多的话 那其实我们会有更强的这个防诈韧性 那这个试诈这个基本功 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如果可以在事前 也就是说诈骗还停留在资讯流的阶段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遏止的动作的话 那其实会比进到最后端已经触发到金流 然后我们再来做阻止 其实是更有效益的 好 那这边是政府单位常见的样态 那我们收集了政府的这个15个工部门 那他们常常会出现 这里面有包含新的 那也有包含以前 已经发展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诈骗样态 给各位做参考 那当然现在诈骗 他会因为受众的不同而存在手法的差异 以爱情教育来说 它是一个发展很长期的一段诈骗 一个诈骗手法 但在早期 他们都是透过一些社群平台 比如说我去跟你聊天 然后去跟你做一些 那个可能金钱上的往来 然后进行诈骗 可是在现在广告平台上面 其实他们透过一些方式 比如说他提供了恋爱指导的 咨询的这个服务 那或者是要你下载恋爱APP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今年3月就有女子 因为这样子的事件 然后差点被诈骗 那么随着我们诈骗教育的 这个不断的宣导 其实诈骗集团 他们也不断的在更新他们的手法 所以我们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钓鱼广告 或者是那个钓鱼贴文 他们利用了这个社群平台的跳转机制 然后来让连结 看起来像是官方的来源 那当然这也是去滥用了这个 官方他们想要提供的一些服务 那实际上这些钓鱼网站都会在进一步的去窃取用户的个人资讯 那刚刚有提到个人资讯 其实个人资讯是目前在诈骗里面呢 除了金钱以外 那也是诈骗集团他们而不断的去积极拓展的一个方向 那以这个手法来说呢 他们透过了一些虚假的课程报名广告 然后会不断的去强调这些有精美的内容来信用户报名 可是用户一旦报名之后 他们就会发现说 里面的内容可能已经无法查看 或者是实际上他们根本得不到他们宣传的那些项目 可是他们的个资都已经会被诈骗走了 包括他们的姓名 email甚至是他们的电话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 在做这个诈骗假的课程之外呢 其实也有很多是尾茂的 这个一般业者 一般餐厅业者他们的这种活动 那像这个的话呢 它其实也是一则诈骗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都是假冒的广告商 那当然平台 当然那个餐厅业者 他们也第一时间出来辟谣说 这个东西他们并没有举办 那所以我们也呼吁说 民众看到这些类似讯息的时候呢 应该要加强跟官方做求证 那么在这个新兴诈骗手法里面呢 还有一种是去假冒这个社服团体 那这种样态呢 它是同时诈财又骗个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说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有出现这个大量的假冒社服团体 然后骗取个资 而且他们还会根据新闻的时事去更换题材 比如说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花莲大地震 那他们就利用花莲大地震的这个题材 来去冒名社服团体 然后要你去捐款 然后实际上又同时要在诈骗你的个资 包括银行的户头 那根据刑事局的统计 其实今年三月之后就超过135案 那总共有45家基金会受害 好 那也因此我们去汇整了 台湾近20年来的这个诈骗事件 那也参考了一些国外的实物 实物做法 那我们去归纳出了九大诈骗样态 那目前我们观察到 其实都是混合式的诈骗居多 那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这些诈骗手法 我们要解决 是必须要跨部会的查核 那以及平台业者协助下架 所以如何去加强这些跨单位联防机制 会是我们未来要推动的这个重点项目 好 那打击诈骗不会只有停留在我们技术上面的这个竞赛 那我们也需要在座每一位 然后也包括社会大众去提高这个警惕 然后跟警觉 然后我们也整理了一套这个防诈心法 是关于这个诈骗广告的停 看跟停 好 第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诈骗广告里面的内容跟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评一下想象 这里面的内容合力吗 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些诈骗广告 比如说它尾茂的知名品牌或是机构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注意到说 里面有没有一些拼写的差异 或者是它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这个网址来包装 那又或者是现在很常见到的这个假投资的诈骗 那假投资的诈骗它们里面当然也会不断的去强调一些不切实际的高回报 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先停下来想一下的重点 那除了停下来想一下之外呢 我们能不能从一些特征 我们去看出一些细节 如果我们可以去看出一些细节的话 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再更加的去掌握到 这些诈骗样态里面有没有一些异常的那个手法 那我们也可以更不容易受骗 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这个为例的话呢 实际上它里面有一些 如果我们除了广告之外 我们再进一步去看这个广告的发布来源 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有一些像是按赞数跟追踪数实际上是相同 但这样子的样态在社群平台上面其实是不常见的 因为它可能是用机器人操作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 那再来是它是一个卖化妆品的广告 可是它的粉丝专业却是不动产 所以它本身在一些分类上面 他们在进行这个粉丝专业的时候 都没有不符合正常的这个公司企业他们经营的方式 那也会有一些异常的这个更名记录 好 那现在我们也发现说诈骗样态 其实他们也不断的去 他们也不断的去做一些改进 比如说他们会在里面穿插了一些真实的单位 而且它可能会放向真实的连接跟电话 那像这个为例的话 他们就是去冒充那个警政署165的官方网站 但是警政署165实际上并没有提供这个律师线上咨询的这样的服务 所以我们应该要针对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去做一个谨慎的查证 好 那除了刚刚的用观察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向平台业者去查证说这些账号的真实性 那平台业者其实他们在这个查证的部分 他们也都有做一些标记 那像以Facebook来说 他就有一个蓝勾勾 那如果说今天他没有蓝勾勾的话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的 那在通讯平台上面呢 他们也会有透过一些方法 比如说官方的连结QR Code会是绿色的 然后ID的话会有一个at的符号 那现在很多诈骗他们也同样要你加入like 可是他们的QR Code全部都会是像这样子的状态 那YouTube的话呢 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这个标记的手法 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呼吁说 大家在做这些 接触这些可疑的广告 或者说诈骗内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多听听这个专家的意见 看看专家怎么说 所以我们也可以多利用这个165的反诈骗资讯服务 又或者是有一些查额单位 他们透过这个line的资讯查证机器人 来向大家传导这些资讯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手法 来去多方验证这里面的真实性 好那我简报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谢谢江经理的简报 那在提问之前 请问一下治安院副院长 这边有没有进行补充的部分 好各位媒体朋友 那我们刚刚的简报 比较像是在告诉各位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 实现一个策略 就是做更完整的末端清掃 也就是说侦测到各种类型的诈骗的广告 那当然刚刚江经理提了很多的特征 诈骗广告的一些形态跟特征 那这些我们是透过AI去辨识 也就是说经过训练以后 AI可以辨识出各种的特征 比如说刚刚讲的除了关键字以外 那它的贴文的形态 它是不是有蓝勾勾 或者是它的出处 或者是它有没有line的连结 有没有动手脚 这些都可以看出来 那这是让AI能够去发挥 侦测的效果 那刚刚有提到 准确度已经达到93% 那当然我们大概再做一点 很轻量级的人工的确认 就可以得到完整的list 而且这个数量是每天上万折 也就是说你可以清掃是每天上万折 但是刚刚也有提到说 虽然每天上万折 它不是十天变十万折 而是一折 它的存活的时间只有一两天 也就是像各位可能都有打地鼠的经验 那个地鼠就是冒出来 然后又缩回去 那诈骗广告也是一样 就是说每天有一万折新的冒出来 可是它存活可能就是一两天 又消失了 所以你会变成说 会增加一个困难度 就是说你 我们侦测到了以后 要做通报 请平台业者下架 那这个时间差 变成说如果平台业者没有办法 在一天内下架 事实上那广告会自动消失 它会自动消失 所以你变成如果末端清少要做得比较干净 你就变成 连平台业者那边的下架的动作 也要自动化 它才有可能在 比如说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内完成 比如说这一则一个广告 它可能是一天会存活 如果你没让它存活一整天 你让它存活四个小时 它就下架了 那这样的话代表的好处是什么 比如说它本来是20 可以多存在20小时 多20小时的人可以看到 没看到 现在没看到 它只看到 可以看到四个小时 那你就会发现整个在社群平台上面 看到的这些诈骗广告的量就会减少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刚刚也有提到 除了 刚刚 有提到一点就是说 我们要做末端清扫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大的策略就是做源头 打击 我要溯源 然后去追踪是谁 投放 然后甚至他们的金流 就是 谁投放的广告 投放的人在哪里 等等 那这些 是这两大策略 我们要去 透过技术上 去把它实现 然后也跟 平台业者来合作 那最后 我要再补充一个是 我们在 术发部 等一下市长可能会补充 就是说 术发部有一个查询通报网站 预计在 三个月内上线 也就是说 包括 刚刚我们抓到的 就是主动去 偵測爬到的这些广告 也会 还有他们的 投放广告的粉砖等等 会 汇入到这个资料库 也就是说 这个通报 网站 除了民众去查询 去通报之外 那也包含 我们主动 透过AI的方式 主动爬到了 那会汇入 所以 民众去 查询的时候 可能 就可以查到 如果这个网站里面 已经告诉我 这个就是诈骗 OK 或者这个LINEID是有问题的 好 这个是我们最终希望达到 那希望 这些透过技术上的support 然后 以及透过术发部行政上的support 然后跟 各个主管机关以及平台业者 透过这样的合作 可以把 这个末端清扫 跟源头打击的策略 让它奏效 让一般民众 在网路上看到的 诈骗 就会明显的减少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谢谢 谢谢林副院长 现在我们进行媒体提问 在提问之前 我这边先提醒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各位记者朋友 如果有问题的话 在提问之前 先请记者朋友 先说一下您的媒体名称 以及您的姓名 第二件事情 要提醒的是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是 AI打炸技术 装厂的记者会 因此原则上 我们只会开放 跟今天主题相关的问题 好 请问在场记者朋友 有问题要提问吗 好 我们请IT Home的记者 喂 不好意思 我是IT Home 黄晏芬 想冒昧询问一下 就是 目前啊 这个 我们这个AI打炸技术 它从正式研发到 这个release出来之后 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您讲说 数据部的这个查学的这个平台 它又是用什么样的技术 它怎么去结合我们现在的AI 去做到 就是整合跟侦测这样子 另外今天的简报可以分享吗 谢谢 这个打炸这个议题 因为它是需要自然语言处理 那跟侦浚喜的分析 是一样的技术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要做AI 然后都需要 通过NLP 自然语言处理 才能够辨识 所以打假跟打炸 它的技术是共通的 那打假我们是在大概一年半 两年前开始做 两年前开始做 那打炸是在半年多前才开始做 也就是说 这个打炸的议题 到去年下半年 大概9月 我们才开始真的投入 那因为这个技术是共通的 都是处理这些文字 语言 然后还有影像等等 共通的 所以可以 要切换过来比较容易 所以才能够说在半年多 就可以有一些成效 那目前我们也有把这个 也协助 比如说包括165 把那个 他们处理 通报 以及跟平台业者之间 怎么借接 这个部分把它 比较自动化一点 本来比较所动 那我们把它比较 半自动化一点 好 那刚刚第二个问题说 对不起 可以再 我其实只在想说 因为我们接下来 数位部也有一个查询的平台 然后这个查询的平台 怎么跟我们的那个 后端 因为其实我们目前 除了打炸之外 其实打假这件事情 基本上 对不起 这也可来讲 其实是一件事的一提两面 所以我们同时 打炸之外也应该要打假 然后在这种查询的讯息当中 它是 all in one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查询平台 然后再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民众怎么会知道 我需要到这个网站 到这个平台上面去搜寻 因为你看我们line上面有什么 有一些什么像美玉椅啊 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知道的人基本上还是少数 甚至我觉得 我严重怀疑 有没有一成以上 然后在这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具提供的时候 真的使用者能不能到位这件事情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是可以做查询 有这些技术可以去协助辨识的 我觉得这后来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像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想法 谢谢 谢谢 那个 我们现在书发部正在积极的 那个 规划建制 那个书发部的打炸通报查询网 那这个网站的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以后 当民众在网路上 不管是在facebook 在line 或者简讯里面 所以你看到一个可疑的讯息 觉得他可能是诈骗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 或这个讯息贴到我们这个打炸通报查询网上面 然后贴上去以后 你就可以看说 这个讯息是不是已经有人通报 并且确认说它是一个假讯息了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民众也可以当场在那边进行通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会利用 那个城市加上人工部分人工方式 很快的把这些通报的讯息分派给各个 比如说如果是名人的话 就直接跟名人确认说 这个是不是仿冒你身份的一个贴文 那如果是政府相关的讯息的话 我们会发到各个部会去 比如说该是卫福部的 那就是请卫福部确认 比如说是假 可能是一个假的罚单 那个交通罚单 我们就赶快去问说交通部这个是不是 然后我们会把所有这个讯息的处理状况 会在我们这个打架通报查询网上面 让民众看到说我们处理到哪个部分 那当然那个 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只靠民众的 那个主动的通报的话 这个量会比较少 而且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由资安院利用这个 AI的技术 它每天会用这个AI的程式到网路上去扫描 然后现在每天他们 事实上查出来的可疑的那个 诈骗讯息的数量每天是 多少 五千到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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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就是五千到一万 那将来 这些讯息都会直接就是 汇入我们这个打架通报查询网里面 当然在那个 就像刚才副院长讲的 在汇入之前 我们还做 就是会做一些人工的确认 确认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如果说 比如说假冒名人去其他 我们还是会去 发通知去跟那个名人的 本尊去跟他确认说 这个是不是那个绑冒 就是我们会利用这个AI的技术来 对付那个AI的诈骗 就是这样也是像刚才 就是在简报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说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 常常是用科技的方法做那个诈骗 接下来他们还会用更多的AI方式去做诈骗 我们要用科技对付AI 科技的诈骗 我们要AI对付AI的诈骗 这是我们整体的目标 那这个 然后刚才也讲到 其实这个研究计划 其实已经有 将近两年了 那原来是在 主要是 那个 focus在那个假讯息 那假讯息跟诈骗 事实上是很接近的 两个议题 那事实上假讯息的那个 这个问题的困难度 比诈骗还有难 因为假讯息常常是真真假假 混在一起的讯息 那我们现在因为 对整个台湾来讲 就是说最严重的问题是诈骗 所以他们这个团队 就是由原来是 做那个假讯息的分析 变成做诈骗的分析 那做诈骗的分析 那做诈骗的分析 其实这个效果更好 因为我们 诈骗的话 比那个 假讯息 这个问题 还是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他们就很快的 就取得了这些成果 好 谢谢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资料库 就是比较像是情资的系统 那我们知道说 传统的网路骇客的工坊 已经有累积了一个ISAC ISAC 这样的情资平台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谁干了 坏人做了哪些坏事 然后他们在哪里 他们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 这些都会记录在那里面 那这个东西在过去 因为网路骇客的这个工坊 在过去二三十年 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这个情资平台 以及情资的分享 以及情资的费入等等 这些都已经在成熟了 可是在 我把它叫做是一楼的战争 那二楼的战争 就是讯息战 讯息战也需要有这样的情资平台 但是这个平台现在是没有 不存在 那我们需要去建构这个 所以 刚刚市长有提到说 哪些单位汇入 包括刚刚提到的说民众主动的汇入 那当然 必须要AI的机制去查证 民众讲的 上传的这个通报 是不是真的诈骗 那也一样 就是165那边也会汇入 然后 这个NCC 那边 透过电信屏 业者那边也会汇入 那包括我们这边 主动用AI去 主动去爬的 去网路上爬的 这些诈骗广告 也会汇入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一个多方 它可能不是一个集中式的资料库 而是分散的资料库 但是有情资分享 那这样的话 这个情资分享 将来如果去查询 谁去查询的时候 他就会得到 包括比如说 刚开始可能是民众去查询 那以后可能是手机的APP 去查询 他就知道 他就通知你说这是诈骗 那当然以后也有可能 拿来 把它拿来说 跟平台业者合作 也就是说 我把里面的东西 筛选出来后 倒给平台 然后它那边自动化的去下降 这样的这个Ecosystem 就会慢慢的形成 那就会形成 把二楼的战争的 这个infrastructure 跟一楼战争的infrastructure 这个 这个duplicate过来 那这个当然需要 数年的努力的 那个生态系 才会真的成型 好 谢谢 该IT Home的那个彦芬 在提问之后 最后有附带一个要求说 是不是可以提供 今天的简报档 可以 那个 出发部这边有提供QR Code 可以让 他只有新闻档 OK 好 那我们请公关客同仁 把那个 简报档放进去 已经放进去了是不是 正在放 好 那请记者朋友 再过两分钟后 再掃茫一下桌上的QR Code 到时候应该是里面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新闻稿 一个是今天我们江经理简报的简报档 好 请问现场记者朋友还有其他提问吗 好 自由 你好我是自由时报子凌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AI房价技术的那个研发 大概需要多少 之前花了多少经费 然后接下来每月 因为每个月都要执行清扫 那大概每个月的经费是多少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现在说每天清扫五千到一万折 那实际就是平台下架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然后目前是有强制平台 有什么法源依据可以强制平台下架吗 然后平台大概会花多少时间下架 谢谢 这个 这问的很好 就是问的很要点 我们内部讨论就是 就讨论过记者会问这样的问题 那 大概 刚刚资源 使用的资源经费 我再请 以前回答 那我先回答 下架的问题 就是 因为现在平台业者下架的 我们通报给平台业者 有到 数千 可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下架的流程 还没有完全自动化 这也是我们要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要跟平台业者再继续你勾血 不过好消息是 好消息是Meta 已经成立一个防炸中心 好像是昨天的新闻 昨天的新闻 也就是说他们也要积极的来处理正面的 虽然这个也是他们营收的很大的一部分 等于要自己割肉 但是他们也愿意正面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他们的 下架的这个自动化 因为你可以想像 如果数上万者 五千到一万的数量 他们大概很难美 就是人工去处理这个下架的问题 光按那个 光按那个 这个键盘 就会按太久了 那所以 他现在下架的数量 大概是 我估计 大概是数百 没有到数千 所以就是一个 差了一个数量值 那这个部分 我当然要跟 这个脸书 来讨论 怎么样让这个下架的变成 比较自动化 那他们下架数百 这个大概都是在 根据之前的经验 大概四到八个小时 大概 平均大概八 应该 我修正一下 应该是八个小时 不是 之前听到的是大概八个小时 会处理完 也就是说你 你 早上 跟他讲 然后他下班前 会处理一批 这样 所以 所以我刚刚讲说 如果他没有自动下架 会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假设你每一车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那你八个小时 下架 那 他还是有这个十六个小时的存活 可是你如果 让他自动化 你可以再压在四个小时内 那他 他就少活了二十小时 少活了二十小时 看到的人就 减少很多了 这个是我们希望跟 这些平台业者合作的地方 不知道这样 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不好意思 你刚刚说的数码是只有 Meta单一平台吗 还是有包含 Google Line之类的 有 对 有包含 刚刚讲的统计数据 主要是先以Meta为主 对 那实际上我们在后面 还是有做 其他平台 比如说Google 跟Line 他们的这个资料收集 应该是 什么可以支援 依然控制的 能力 跟经费 好 我目前投入在这个打炸 以资安院来说 我们这边投入了九位成员 那我们在经费上面 大概是 两千 两千多万的这个 经费 来让我们做这件事情 对 那我目前的这些 打炸成果也是结合了 我们以前的这些 在数位讯息上面 的一些研究 那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下 那我们 利用 既有的人力 然后可以来做到 这样子的研发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于几个 跨国 就是 媒体平台 他们这个广告 诈骗广告下架的速度 我们认为说 还是不满意 所以我们的策略 就如同刚才那个副院长所讲的 基本上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我们就希望用 自动化的方式来取代 原先人工作业 第二个就是 我们希望设定 priority 就是 那个这么多 每天搜 我们搜索到 五千到一万则 我们每天搜寻到五千到一万则的可疑诈骗讯息 并不是每一个可疑的诈骗讯息都是平等 都是一样重要的 那我们就利用 那个自动化的方式 把所有这些诈骗讯息 排定出一个优先顺序 然后就是 请这些平台业者 他们依照这个优先顺序处理 这是第二个策略 那第三个策略就是 我们想办法在那个找到法源的依据 让那个各个平台他在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不会担心有一些法律的风险 因为我们有时候做这个事情 平台业者也是很想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担心说 一不小心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 比如说侵犯到个人隐私 那就是 也就是我们在打炸专法 最近已经在立法院的委员会 已经通过审议 好像那个打炸专法里面 他就是有一些法源的依据 让我们政府跟平台业者做事都会更为方便 OK 以上补充 谢谢 请问现场记者还有其他问题吗 中央社 你好 我这边中央社记者思云 我想请教一下是说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那个就是 我第一个想问是说 就是如果我们在政策上 其实是非常大量 五千到一万笔 那如果说就是实际上最后发现是错误 或是甚至平台下架错误的时候 那这时候是民众可以去跟谁来申诉吗 因为可能最近就有发生就是可能 类似平台有点下架错误 就是粉砖的状况 我想问这个我们是大概会怎么去有这样的极致来处理 第二个是想问说 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诈骗广告它可能就存活一两天 所以比较会想说 那我们未来那个打架通报查询网 它的资料库 它会不会比较是 就是可能是 你爬完已经消失的广告诈骗内容 就是我想问说 我们未来有可能是进一步走到前面一点 说可能到预测形态这样子的技术吗 然后第三个是想问说 那个刚刚有讲到打架通报查询网 是三个月内 所以是八月会上线 那这个部分 刚刚我确认一下是只有诈骗的部分吗 还是它也包含假讯息 因为两个的东西不太一样 还是假讯息也可以通报吗 我也确认一下这个 谢谢 同时两个打开 首先那个打架通报查询网 那当然我们目前的目标是先做诈骗 就像刚才讲的 因为假讯息 这个真真假假是一个灰色地带 所以那个 就是假讯息 那会是比较 之后才会进行 那第一个阶段 我们的目标就是诈骗的形态 尤其是这种 假投资假冒名人的诈骗 另外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问题是说 如何确认的问题 那像 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 那个名人的诈骗 我们就会希望利用自动的方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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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就是自动会去跟那些名人做 确认 那 名人确认那个部分 没办法 我没办法用那个 科技方法代替名人去确认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他确认以后 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我们家进行 那刚才 那个你也提到就是说 好像有那个 我们通报那个 一些网路平台 结果他们下架 下错 下错那个 的那个事情 那个其实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说 没有自动化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自动化的方式 然后 当然 我们也会在这个整个流程中 我们会留下一些记录 知道说 做了什么事情 希望说 利用自动化跟人工的SOP的改善的方式 我们把这个 一方面速度要增快 第二个 我们也希望这个准确度要提高 我们必须 把那个 那个假的讯息拿掉 但是不要去 不小心把那些正确的讯息 也把它拿掉 谢谢 那 刚有一个问题是提到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些诈骗 它未来的发展 对 那事实上 我们在有足够的这个资料量 以及特征工程的情况下 我们是有机会来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 从以往 它可能是一些人工创建的粉砖 那一直到最近 它已经都变成机器人粉砖了 所以 我们也 刚刚也有一张图有 有传达到 就是说 诈骗它在 最近的发展 它已经 来到每个月增加六万笔以上的速度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 它在一月二月的时候 还是有明显的下降 那为什么二月会下降呢 其实是因为 那时候在农历年的期间 然后这个数量 就随着那个放年假的过程 然后它就一直递解 那一直到年假结束之后 才又慢慢攀升 那我们 就可以观察到说 其实这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是有这个 人工干预的情况 也就是说 人去发布这些诈骗广告 但后面呢 这些随着诈骗广告 越来越多 而且它都是 很相近的内容 而且都是一些 刚刚有观察到一些那种 用英文的帐号 然后来投放中文的广告 那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机器人帐号了 那我们未来也会预测说 这些机器人帐号的 下一步走向 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利用 这些机器人帐号 来做一些 比如说 除了投放 詐骗广告之外 他们也可能会来发送 钓鱼通知 又或者是他们会拿这些去 进行一些 虚假评论之类的 这些动作 那我们也会 都会持续掌握 谢谢 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央管 所以我想确认一下这个技术 现在是处于研发阶段 还是已经应用在哪些领域 它实际发生的效益 是怎么样可以说明一下 谢谢 所以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已经可以产出这些清单 然后会给 这个合作单位 包括 TCA 跟 透过TCA去接触平台业者 TCA就是台北市电脑工会 所以 所以这个管道是已经 已经建立起来 然后已经开始在会 所以刚才有问题说 我们会出去的 平台业者收到的 会出去的是数千 那平台业者下架的是数百 这样的数量 那 所以这个系统已经是 in operation 就是已经在运作了 它不只是在研发阶段 已经是研发完成 当然还要持续的精进 持续的增加这些各种功能 但是 已经可以产出 具有 高可信度的 诈骗的清单 然后来 请平台业者下架 女权要不要补充 那 事实上我们的这些技术呢 都还是会应用在后端 尤其是这个查核人员 那检警调单位 那 他们在 或者是平台业者 去我们去加强这些后端 而清扫的这些 这些流程 那我们也希望 逐渐的在这些流程里面 从 原本都是人工作业 那逐渐去取代 让它从半自动 那甚至到未来 可以进步到全自动的去处理 那 在这样的机制下呢 我们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的来做这个打击诈骗的这个成果 因为他来说就是我们利用AI这边去扫描找到都是可疑的诈骗 而不是确认的诈骗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效率上还不太好 就是因为从可疑的诈骗到确认是真的是诈骗这个中间还有一些没有好的很顺 然后我们希望利用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自动化还有那个人工SOP的优化的方式 我们想办法缩短这个时间 就是处理的时间 同时也增大我们处理的量能 就是每天可以处理更多的可疑的诈骗 就是可以把这个可疑的诈骗 确认它是不是真的诈骗 就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目标 我们这个会持续会进行 那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打炸通报查询网 这个就是第一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里面的一些事情直接串接起来 现在像治安院这些得到的这些讯息很多都得开始 透过人工方式去传递嘛 就是每天会诊然后再 现在是用email吗 还是用什么方式 现在是用email的方式给那些那个媒体平台 那我们希望以后这些都能自动的串接起来 那也减少这个人工作业的时间跟成本 谢谢 联合 市长好我是联合抱瑞玄 我有两类的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我想问 因为现在刚刚有提到这个是LM技术 我想问说这个技术是用现在的台德吗 还是说有其他的技术进来 然后第二个是说 现在看起来都是文字的诈骗居多 可是AI的时代我们其实看到Change GPC上面 已经有很多其实它都是伪造的图片 那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试破这样子伪造的图片 这是我第一类问题 然后第二类问题其实是针对机制 我其实蛮想问 因为你们说如果是名人诈骗 你们会先刚确认然后再下架 可是名人可能也需要睡觉 但在这个睡觉过程中会不会就发生了诈骗 你们有没有考虑调整一下机制 比如说先下架 然后跟他确认如果错了再上架 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移 就是比如说平台可能会抗议或什么 或许这部分可不可以请市长帮我们示意一下 谢谢 第一个问题 副院长帮忙 那个等一下雨晴再补充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是诈骗业者用生成式AI 来产生文本 诈骗的文本 或者诈骗的图文 那我们用AI的分类式的AI 就是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不是去产生文本 我们是去侦测这些文本 所以生成式的AI是诈骗集团在用 他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他就产生各种类型的 各种变化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内容 可是写法都不一样 因为那个都是生成式AI产生的 那当然他就不需要用台德 他有没有用台德 我们不知道 他不需要用台德就可以产生这些诈骗 事实上他有时候也会露线 就是说看出来他不太像是台湾的用语 那当然他如果有一天他用很台湾的话 那就表示他可能也转用台德 那你们在侦测的时候用的技术呢 那我们用的技术是分类式的AI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有很多特征 就是关键字 关键字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他的 他的一些贴文的一些 这一个 有没有蓝勾勾 然后LINE的账号 然后等等这些都是变成我们判断的特征 那当然有一个问题是说比如说 像 我们当然要去避免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 如果说他不是诈骗 可是他写的实在太像诈骗了 的讯息 那当然 就是说现在如果 应该这样讲 他会被辨识成诈骗的广告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诈骗这么泛滥 你如果要写一个 你真的想要 征求古有色 但是不是诈骗 这难度变得很高了 因为你写出来很容易 被分类成诈骗 诈骗的广告 这个是 正常的人 写东西变困难 所以刚刚提图吻的东西也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辨识 图吻 就是说 他是不是假冒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 在做假讯息处理的时候 有去做DFAC的侦测 也就是假影音的侦测 那假影音的侦测 那假影音的侦测呢 就是说 他不是 不是他讲的 可是他用那一个人 去讲那一段话 让生成4AI 应该生成出一段假的谈话 但是 但是完全的 那个 那个声音跟表情 都是当事人 那这个是可以侦测出来的 这是我们可以侦测出来的 这个是FAC 不是真实的 因为他在 你把它放在那个 video coding 或audio coding的level 去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 不平滑的痕迹 那他就是 你就可以侦测出 他是假照的 这个是 这一部分 另外名人这一块 我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说 我的理解是 他是并行的 就是跟名人求证 这个是并行 那这请次长 刚才问的那个 第二个问题很好 就是说那个 名人晚上也要睡觉 那这个事情的确是 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跟名人确认 我们要直接跟那个 网络平台通报说 这是诈骗 万一不小心删到人家 真正的那个讯息 或网站的话 这又会 又会有一个纷争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跟各个名人 去确认 他希望我们怎么处理 他是希望我们先 跟他去确认以后 再去通报这个平台网站 或者是说他愿意授权 我们直接去通报 然后事后再跟他确认 这个我们接下来都会处理 这个其实不是技术的问题 而是SOP的问题 还有一些 那个比较legal方面的问题 那 那比较好的消息是说 那个名人要 虽然要睡觉 可是那个 被骗的 可能被骗的民众也要睡觉了 所以晚上 比如说晚上三点钟 其实我们内部 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三更半夜的时候 没有处理 会不会有问题 我们希望说 所以提醒民众 不要三更半夜 起床去看 那一天 那实在是 名人也没有时间 来做反应了 OK 那 对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基本上 打炸这个事情 是一个持续的战争 因为我们是防守的一方 我们尽量把所有可能 诈骗的管道 通通封起来 可是所谓的诈骗 他的本质 就是他寻找漏洞 他在寻找漏洞 所以他会不断的 找我们这些漏洞 然后不断的把这个漏洞 就把它补起来 实际上就像所有的资安议题 这是一个广义的资安问题 这个都是会 持续不断的在进展 那 因为诈骗集团 他们在 经过这些活动 他们可以赚取很多的收入 所以他们会不断的 不断的攻击 我们不断的找方法 那我们也会不断的利用各种方式去做好防守 谢谢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关于第一点LLN技术 跟文字图片的部分 那就如同刚刚那个副院长这边提到 就是说LLN目前都还是 诈骗集团他们在一贯用的手法 所以 这个过程就像是 传统资安的红蓝工坊一样 对 它是一个来来回来的工坊 那我们知道 诈骗集团用了这些技术之后 我们也会利用这样的技术 来生成他们那边的诈骗广告 那类似这样的东西 会增加我们系统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机制 对 等于说 我们会利用LLN的部分 大概就是去模拟诈骗集团 他们现在可能会出现的那些手法 对 那实际上在我们后面 所专严的这些模型呢 主要不是以生成式AI为主 对 我们主要会是以分类型的模型 或者是说 像图上 我们要观察到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 它里面互动的这些趋势变化里面 到底有哪些关键是要被决策的 那这个决策模型 我们也去仰赖现在的AI技术 来帮我们去自动化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文字跟图片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这部分也有规划 当然文字的部分我们会先做 然后多媒体的部分呢 我们也在不断的增强 那也包括后面的一些DFAC的这个检测 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可以来解决这个多语系的部分 就是说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诈骗广告 它可能也会中英混杂 或者说再混合一些其他的外国用语 对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我们未来的这个识别系统里面呢 可以去降低这个语言的差异 来去提高这个诈骗内容的识别的程度 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请问现场媒体朋友还有问题吗 好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好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自由的子林 你好 我是自由的子林 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是 你们有没有统计说 贴 诈骗贴文出来之后 大概 多少时间内是 点击的高峰 就是说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大概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差 那如果 会不会统计出来说是 可能四个小时内 是最多人点阅的 那如果 既然有这样时间差 是不是可以考虑说 有其他比较 可以快速的方式 不一定是下架 例如说可以请平台 在贴文上面 标示说 这个是有依略的信息 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做法 谢谢 好 谢谢记者 那我这边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目前观测到 是他们都会在一天 的时间内去曝光的 那个几率比较高 就是说在一天内 二十小时内曝光的这个 比例是占了八十八趴 那如果加上 在两天以内的话呢 会来到九十七趴 对那这是 我们目前观察到的这个状态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在一到两天内 去做下架 当然是越快越好 对然后我们可以来去 加强这个效益 那以为我们目前后面的这个 自动化的这个收集 收整 然后检测到保存到 资料库的这个流程 大概会需要耗时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对所以二十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些情资了 那之后呢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 跟平台业者建立的这个通报机制 那我们会不断的去降低这个中间的这个 需要耗费 需要耗费的这个过程 对谢谢 我想问的是 因为下架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的措施 那有没有其他 比较中间的 例如说就是在贴文上面 标示 这是有问题的 咨询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好 事实上 我们现在做的那个打炸通报查询网 就是有这个功能 如果说有民众通报了一则那个讯息 他只是可疑讯息的话 我们就是会 有会列出我们处理的状况 比如说现在已经 比如说假冒谢金河先生 我们就会讲说 我们已经跟谢金河先生联络了 那这样的话至少民众知道说 其他也有人怀疑这是一个假讯息 那我们就据实已告 就是我们这个事情 处理到什么什么程度 这个是我们的策略之一 那如果说只是那个查到 就是可疑的 我们就讲说只是可疑的讯息 我们不会讲说 这个是那个确定的假讯息 谢谢 好 现在我们请林怡静市长来进行总结 OK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参加这个记者会 那其实这个记者会是 我在一个礼拜 还是两个礼拜前 我到那个 我们台南 治安院在台南沙伦的园区 看了他们的简报 我发觉说 哇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事实上 他们用这个最先进的 AI的一些技术 在做打炸的工作 那我们今天只是 这个简报的第一场 我就开玩笑讲说 我们事实上可以拍一个连续剧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几场的记者会 就是资安院他们做的各种用AI打炸的技术的发表会 那到时候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继续参加 那我们也目前有规划说 可能有一场会在台南沙伦的他们的研究中心 在那边举行 到时候也会再邀请各位记者朋友们一起参加 OK 好 谢谢 今天记者会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记者媒体朋友的出席